危害台湾合餐生態的鼻毛 今年能夠經過變化 身為美麗衣服 目前在江峰的文章身 就是一場電視 這天您利用 臣門客人的鼻毛 照著創作 讓大家發現台湾地步的感覺 以及說明 外來地步對生態的衝擊 這次我們這邊看得到的媽董 那這裡是我們從 我從曾文熙的合體 提案去栽來的 因為它這個是外來種叫臂麻葉 那這個臂麻葉呢 它是外來種嘛 所以說 我們大概是從兩三年前就開始 關注這個植物 因為它幾乎把我們 台灣本土的植物都淹沒了 因為它的種子 它的種子在繁衍是非常快速 另外這處 五月頂人其中的校園 酷素園利用國外的手法 搭配到麵包連出全世界都業的作品 若葉印在枝布上 就是這個棉布上 棉麻上面 它就會有一種很古朴的樣貌 呈現出來 它不是很鮮艷 我本身比較喜歡古朴風 中國風 所以我就會 這一次的展 我就會引用這一個 我自己本身喜歡的國畫 然後運用在枝品上面 呈現出那種古朴的感覺 吃笑話說明 既然是自己到咱們家菜籍的 這種外來的禮物 心中非常快 對台灣的心態做生真大的威嚇 希望藉由創作 來翻證大家對心態的重視 記者陳佳森 中西区菜鳳博德